我們先帶大家看到了警報單 可以看到目前康瑞颱風 是在台灣東南方的海面上 它在今天生成為強台之後 是持續的往台灣靠近 而它在登陸台灣的時候 是以巔峰的狀態來登陸台灣 可以看到目前它往西北方向轉移之後 每秒的瞬間震風已經達到了65公尺 也就是等於有17級的震風以上 其實非常的強勁 那另外它的7級暴風半徑 已經來到了320公里 這也是從1996年以來 侵入台灣 登陸台灣最大的颱風了 而接下來它逐漸往台灣靠近之後 預估在今天晚上它的暴風圈 就會逐漸地碰觸到我們台灣的陸地 在明天的中午過後到下午2點左右 氣象主預估它會在花蓮以南 到台東這邊的交界來登陸 那登陸之後暴風圈籠罩全台 會帶來非常強勁的強風豪雨 我們透過下一張圖表可以看到 現在康瑞颱風的暴風圈非常的扎實 而且可以看到顏色它的暴風也是非常的清晰的 現在由於它的海溫還有垂直風切 整個環境上面都有利於它的發展 所以它以巔峰的等級持續往台灣來靠近 那接下來的風雨狀況呢 我們透過下一張圖表來看到了未來的降雨趨勢 一般三晚上開始呢整個東半部地區就會因為 颱風外圍環流的關係 逐漸開始有比較間歇性的大雨 而在了明天這個颱風逐漸靠近之後 甚至到整個登陸之後呢 東半部還是以上半天還是以東半部有風雨為主 那最大的豪雨量呢其實非常的驚人 而到了中午過後颱風預估它會開始登陸到台灣之後呢 整個東半部地區甚至是全台都有非常驚人的雨勢 可以看到這個顏色的色塊 代表說預估未來的降雨會非常的大 那接下來我們透過下一張圖表可以看到豪雨特報 可以看到氣象署針對幾個地區 雖然颱風還沒來但是外圍環流 逐漸影響台灣針對幾個地區 像是桃園市屏東縣發布了大雨特報 那另外豪雨特報呢包括是雙北基隆 台東宜蘭平地還有花蓮平地都有非常強勁的大雨 而大豪雨的部分呢要注意的是宜蘭山區還有花蓮山區 靠近山區活動的話因為雨勢的關係 土石可能比較容易鬆動 所以請大家特別注意 接下來下一張圖表我們看到了總雨量預估 可以看到呢非常以東半部來說呢 雨量非常的驚人 像是宜蘭預估呢在平地有500到800毫米 那另外像是花東恆春半島是颱風首當其衝的地方 預估好雨量可以來到了500到800毫米 甚至山區有機會來到1200毫米 那另外西半部也不可以少去喔 因為西半部的好雨量也非常驚人 像是在北部地區呢有機會山區打到800毫米 而這一波雨量呢勢必會替台灣帶來了非常強勁 所以提醒全台的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 注意一些好雨成災的狀況 要特別做好防台措施 好 剛剛婉儀呢帶我們看到這些圖表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尤其在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已經可以開始感受到很明顯的降雨趨勢 那我們剛剛手邊也收到一個最近消息 就是台東縣政府他們宣布今天六點之後呢 就停班停課了 那我另外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婉儀的事情就是 台東現在開完第一槍之後 接下來哪一些縣市有可能會是下一波放假的縣市 好 關於颱風假的規定啊 其實氣象署還是要以他們最新的預報來做說明 像是縣市首長呢 都會依照氣象署的資訊來做最新的更新 不過我們透過這個警戒單可以先看到呢 像是在路上已經發布了警戒範圍 包括宜蘭到台東還有新北桃園 恆春半島 澎湖這些地方都已經發布了路上警戒範圍 而在颱風比較靠近已經影響到的 劇烈影響的就是包含像是 台東的綠島還有這個蘭嶼地區呢 都已經測到了15級以上的陣風 那關於說颱風假的規定啊 不只看雨量 其實主要是風力預測 我們透過下一張圖表可以看到呢 風力預測的部分 可以看到東半部地區像是蘭嶼還有綠島 我剛剛提到的瞬間陣風已經來到了12級左右了 那在東半部地區的瞬間陣風 在颱風逐漸登陸之後呢 瞬間陣風有機會來到9級陣風 那另外像是北部啊 瞬間陣風又來到6到9級 而西半部的陣風呢 其實也是都蠻大的 關於說颱風假的規定啊 大家還是要持續關注 氣上署的最新資訊來做判斷 那我們透過下一張圖表 可以看到這個影響的時程 隨著靠瑞颱風逐漸地靠近台灣 預估明天最快 明天中午到明天下午2點會登陸之後呢 就會穿新 接著預估會從這個彰化的部分 再逐漸靠近到出海 那關於說今天颱風外圍環流先影響台灣了 桃園以北還有東半部 都要慎防一些好雨的狀況 包括沿海的風浪都已經比較大了 而另外禮拜四禮拜五 暴風圈籠罩到全台之後呢 再靠近颱風的中心 都要慎防一些強震風的 那在中南部地區呢 也有可能會帶來比較 致災性的好雨 而另外在週五晚間 隨著颱風逐漸遠離之後 這個暴風圈就會逐漸地遠離台灣 那接著這個雨量還有風勢 都會比較在趨緩一點點 但是颱風假明天後天 關於說颱風假的最新規定 主要還是要看氣象署的最新資訊 好 針對康瑞颱風路上警戒範圍擴大 我們來聽聽稍早氣象署的說明 康瑞颱風它在未來呢 將會以每小時大約二十公里的時速 往北北西 往西北轉北北西的方向 接近到台灣的東南方近海 所以說在明天的這個時間點 康瑞颱風的中心位置 就會來到非常接近台東的東方海域 已經小於一百公里的這個位置 所以說我們目前的整個海上 陸上的警戒區域 在海上的警戒區域 已經包含台灣的附近各海面 也就是有台灣的北部海面 東半部海域 巴士海峽 還有東沙島海面 以及整個台灣海峽 而在我們陸上的警戒區域 範圍上面又增多了 所以除了台北市以及基隆市 目前還沒有進入到警戒區域之外 其他的各縣市以及澎湖 都已經進入到它的警戒區域 而在今天的下半天 大致上在台灣本島 都會進入到警戒區域當中 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醒 在海面上面的航行及作業船隻 一定要嚴加戒備 在路上的朋友也要多加的留意 颱風所帶來的強風以及豪雨 我們從颱風的路徑譴視預測圖上 可以看到颱風未來的移動 其實在今天的下半天之後 會逐漸的以比較快速的速度 接近到台灣的東南方的海域 所以在今天的晚間開始 在北部東半部這邊的雨勢 就會進一步的加劇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明天的中午前後到下半天左右 颱風的中心是有機會 登陸到花蓮以南的這個地段 那在週四的一整天 大致上從下半天開始 就會在台灣的陸地上面 而到了週五的清晨 逐漸的就是已經出海 來到台灣的海峽上 所以說在今天的晚間 到週四一整天 以及週五的清晨 是這個颱風對我們的影響 最為明顯的時期 好 當然因為受到颱風影響的 有緣故 所以現在目前台東區公所 已經準備了超過六千代的沙包 給民眾領取 那由於擔心這一次 所應對的會是強臺 所以現場還在持續裝填沙包 要給民眾 佩萱帶我們來看看 好 主 主 我們現在來到 在台東的這個市公所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邊是出動的山貓 那他載著這個沙包 往這邊持續來堆疊 現場也可以看到民眾 持續的再來填這個沙包 現在呢 在稍早之前 剛剛就已經開放 讓這個台東的民眾都來領取沙包 趕緊來做這個防台準備了 那這一次因為因應的是 康瑞的強台 所以呢 這次沙包的數量 也是比過去都還要更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民眾除了是開了自己的貨車 還有機車出來 甚至在這條路上 剛剛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這個隊伍 都是要來準備領取沙包 馬上來聽一下 稍早訪問 請問說 非常的溫馨 非常的感謝 我們家裡就是那個 兩邊的水流會到我家來 我家有一個大門 大門我只要把那個大門用沙包擋起來 水就不會進到家裡了 有時候淹水啊 颱風已經經歷了幾十年了 每年都會有幾個吧 好 那現場準備的沙包是足夠多的 包括地下室也至少還有兩千多個沙包 都能夠讓民眾趕緊來領取 只發放到五點左右 那現在呢 這個民眾陸續來領取 可以聽到民眾說 因為過去的這個經驗 只要有颱風 只要遇到這個好雨 家裡面就會來淹水 尤其對應到的這一次是康瑞的強台等級 因為在下午的時段 暴風圈就會來觸入了 所以民眾也要加緊腳步 趕快來做好防臺的部署 好 謝謝佩珊跟問玉 而另外一部分呢 我們要稍微北上一點 到花蓮的吉安 來看看呢 在吉安巷的部分 一共就有四百公頃的稻米 現在呢 因為剛好遇到了稻米的結碎期 其實大概再過二十天就要收割了 但是卻面臨強臺即將登陸 因此農民心血恐怕會全部泡湯 接會 帶我們來看 眾眾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花蓮的吉安巷 可以看到我後方這邊 一大片的稻田 尤其現在那個稻稅啊 已經是低頭接近飽滿的狀況了 就快要進行收割了 但萬萬沒想到在十月底 十一月初現在這個時候 竟然還有颱風要登陸台灣啊 現在這個農民聽到這個消息 真的是非常的心痛啊 因為現在就要接近收割期了 這個大風一吹下去 導致這個倒伏的狀況 很有可能這一期的心血 他們就全部白費了 尤其在吉安鄉這邊 一共是有四百公頃的稻田 這個數量也是不少的 是不是這一次颱風過後 很有可能造成米價的飆升呢 有待觀察 而稍早吉安鄉的農會總幹事 有道場視察帶你來聽 目前以水稻所面臨這次颱風 是最最嚴重的 因為龍虛菜跟白頭韭菜 還有芋頭 在先前凱米颱風的時候 其實已經做了一些防治 跟損失了 所以現在也都在附一起 那所以這次颱風 如果帶來大風大雨的話 那這次的水稻田 水稻農損失位是最大的 所以現在是進入二期 是二期 二期的收 準備收割 我們在吉安這邊 大概在二十天就收割 他可以聽到呢 這個農會總幹事說 這邊除了稻田以外呢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農作物 像是龍虛菜 芋頭 白頭韭菜等等的 都在吉安鄉這邊是非常的盛產 但是這次颱風 我們知道會從花蓮或台東 這一帶登陸 首當其衝的花蓮吉安鄉 到底這邊農作物要怎麼防臺呢 總幹事說只能夠看天了 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守住 這次的颱風 並且呢不要讓農作物有所損失呢 就要看明天颱風的情形了 以上這次的一環主播 颱風當然不只影響到農民 同時也包括了航班 利用航空跟華信航空的部分 宣布明天國內線航班全天取消 而至於國泰航空則是公布 禮拜四 禮拜五這兩天 台北以及高雄往來香港的航班取消 所以特別提醒 大記的觀眾朋友 要先確定航班狀況 以上這一節颱風快報